今天很高興邀請到臨床腫瘤科專科醫生蘇志謙醫生 跟我們分享中醫如何幫助癌症的病人 蘇醫生 你好 早安 蘇醫生 其實我追蹤了你的Facebook很久 很多中醫的問題 我今天想請教你幾件事 因為我比較多女時客是乳癌或者苦科的癌症 很多時候他們做完手術後 很多東西都不敢吃 怕有激素的雞 又要吃有機的菜 這些東西都很貴 我想問在中醫的角度 應該怎樣給他們提示 因為他們都很怕復發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因為實在很多病人都有這方面的憂慮 首先我們說做完手術後的乳癌病人 其實第一考慮營養一定要夠 蛋白質要夠 所以我一般建議 你肉類都要吃一些 雞肉 豬肉 甚至牛肉都可以 但在中醫的角度 其實我們知道很多腫瘤 其實在古代來說 是屬於一種瘡 好像人家的山瘡 只不過這個瘡是比較嚴重和大 當然因為我們知道腫瘤 其實它都有很多發炎 和很多潰爛在裡面 所以中醫來說 大部分的腫瘤 特別是乳癌 怎樣都屬於一種熱毒 對於乳癌這一種熱毒 所以我們介殼方面 特別留意 不要吃一些比較熱性很重的東西 噢 即燥熱的東西不要吃 沒錯 但燥熱的東西都盡量微免 那有些什麼是燥熱呢 辣椒 對辣椒 辣椒 有時未必是食物本身 譬如說 雞沒問題 但你說可以吃一些很辣的 厚水的雞 這樣就不太好 其實有時不是肉的問題 是怎樣煮的問題 譬如辣椒 或者你經常什麼都要炸過的東西 又或者是一些調味料很重的東西 在中醫來說 這些都是一些屬於熱性的東西 所以我一般建議病人 這方面的食物盡量減少 當然有時未必能做到 但起碼大家知道 辣椒比較燥熱 煎炸比較燥熱 就盡量少 第二方面 反而在西醫方面 很多人都怕不要吃雞 有激素 最多人說這件事 我經常跟病人說 如果你擔心生長激素 其實鴻肉也有 例如豬肉 有些人甚至牛 其實都有機會有 所以如果要介紹 就不是說雞的問題 是怎樣找一些來源好的肉類 例如雞肉或豬肉 以往這些有機肉類很貴 其實豬肉也有 但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 不知道你有沒有去開超級市場 在街市 我有時都會去看看 其實是多了很多選擇 例如歐洲或澳洲 或者是一些比較發達地區 其實很多人都寫明 是有機的 有機的 沒有用過任何激素 其實不是真的貴那麼多 有時我發覺 這些比一些 香港活雞更便宜 所以現在選擇多了很多 所以不是說 不能吃雞 只不過以往很多年前 曾經報道說 雞是用一些生長 荷爾蒙去刺激它 快一點生長 是反而選擇一個肉類的來源 所以其實現在有很多很多選擇 不是特別貴 所以我覺得如果病人擔心 就買這些是沒有激素的肉類 那有機菜呢 某場上都是貴一點的 沒錯 有機菜就不一樣 有機菜主要是農藥比較少 那你說農藥是否直接引起乳癌 很大關係呢 暫時我們科學上還未看到這件事 所以這方面反而擔心比較少 那另外就是食物 究竟他們吃不吃其他 我們普通人都會自己吃食物 但是當他們患病 就是休養的時候 可不可以食食物 因為現在很多食物都說可以治癌 又會強壯身體 講開這些食物很多 簡單的 維他命C 維他命E 維他命D 這些 都很多人吃 這些大部分都沒有問題的 現在也有很多的 維他素 維他素 維草素 維草素 又或者是NNM 很多不同種類的食物 第一我想帶出訊息 就是乳癌病都不少有這個想法 有些病可能剛剛確診 就不太想做手術 不太想做化裂 不太想吃荷爾蒙藥 就用這些方法去取代 其實大概在2018年 幾年前 美國有些很大型的研究 發覺 特別是乳癌的病人 追蹤了很多人 才發現如果有些病 真的因為 為了 只是用這些 比較另類的 食物的方法去治療 其實那個生存率 是軟低於一些人 做了手術 做了化療 做了電療 這是有數據 所以通常跟病人說 不要說哪一種食物好不好 你吃 其實要問一問自己的醫生 如果安全 我覺得吃大部分都沒有問題 但是千萬不要 因為吃這些 就取代了傳統的治療 現在有一些 譬如說 很多人說 綠茶素 洋蔥素 是否可以抗癌 其實西方這些食物 是吃了幾十年 類似健康食物 是可以幫助身體抗氧化作用 我一般建議病人 如果你做了 應該做的治療 那你吃這些補件 大部分是沒有問題的 但留意就是 你要小心 定期抽驗一下 肝腎功能 第二就是 選擇一些來源是好的 因為有一些 譬如就算這些食物 都有所謂的 GMP 優質藥廠的認證 而有時候 坊間買到一些 甚至看到包裝 不是特別好 沒有這些 GMP認證 可能它從無菌操作 從金屬方面 可能未達到要求 所以我反而覺得 你買這些食物 小心的來源是最重要的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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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